大家也要尝诞 这个问题 简单 好像简单 到了 其实是很难的 或者可以这样说 说简单也简单说难也难 音乐是艺术的一种 那为什么喜欢音乐 就是做如同 你问为什么我们需要艺术呢 因为艺术让我们的心灵丰富 艺术 所有的艺术升华 我们的精神境界 而且在音乐上来讲 我常常用那个 E.T.A. Hoffman的一句话来说 那个E.T.A. Hoffman 一个德国的一个音乐家 一个诗人 一个有多方面才气的 一个浪漫主义者 他说 就在语言停顿的地方 开始了音乐 其实我们日常的语言 并没有办法 完全把我们心中的那个感觉 完全表达出来 或者说我们听人对我们讲话 那种语言的功能是有限的 但是肯定绝对有一些超越语言境界的 的那些媒介 要传达的东西 很浅显的讲 就是它能够升华我们的心灵 可是如果更深一点的讲 就是 或者更严肃一点的讲 就是 它让我们 人 我们更有一个 作为一个人的一个价值存在 你看 你看 其他的动物 没有 没有像人一样这样子做 所以 我觉得 这个是 一种 一种恩欲 就是上天对我们的一种恩欲 这个曲子 我不晓得演讲过多少次 可是我每次听它的时候 都是一个新的 就是 那个就是 讲白一点就是 能真正被音乐感动的人 应该是这个样子 就是 你即使听过它一千次一万次 可是你 一万零一次 你还是要听 你还是想听 而听的时候还是跟第一次一样 那种激动的感觉 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音乐 音乐把我 我虽然听着 别的作家写的那个音乐 可是我 我从它那里的音乐 获得的 其实是把我自己推上来的 嗯 有 而我 我在台上讲 其实 我刚才在讲 我并没有讲太多阅历 我并没有 我并没有 讲一些什么 创作的背景 我纯粹就是 就是 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我尽量让他们听 因为音乐可以说明一切 其他都不用讲 音乐一出来 统统解决 而我刚才说 我在台上没有 没有多讲 没有太多的形容词 在形容什么东西 形容音乐 我纯粹就是 我所做的一切 我白板上面写的 还有我所做的提示 那完全就是 让听音乐的人跟音乐 最直接面对 这样子 我只是把你们跟音乐之间的 障碍把它排除掉 这样子而已 哦 我 我跟音乐的接触 就是跟音乐的往来 这样子 我听音乐 我从来 在我记忆当中 从来就没有这样做 这个 可是 我听我喜欢听的音乐 不是所有被称为古典音乐的 通通是好的作品 而且每个人 对那么多不同种类的音乐 吸收的那个也不一样 所以我常常跟爱好音乐的朋友说 你不要听什么音乐 你觉得 哇这个很有名 可是我为什么听起来 我觉得不好听 你千万不要有那种感觉 因为那个表示 那只表示说 它的那个频率跟你不对 这样子而已 那你就听别的 你就转向别的音乐去听 别的会满足你 那就很好 就让他满足你 其实那个 最终的那个是一样的 对 我想真正在听音乐的人 真正有 真正有在 听音乐的人 在音乐听 如果你这样看一下音乐听 其实我的经验 我这样一看我就知道 谁有在听音乐 谁没有在听音乐 对 真正有在听音乐的人都很安静 而且他是有一点神友的感觉 有点恍惚的感觉 而没有在感动音乐的人 多半他的 他会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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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有被音乐 这样一拨一拨过来 在感动的人 他大概定着就不会动 所以 所以 应该这样讲吧 真正有被音乐感动 就是有点灵魂出窍的感觉 你跟音乐 你跟音乐 跟那个音乐会 我其实很真实的我 在音乐上 就是当我在面对 那么多爱音乐朋友 我在介绍他们听音乐的时候 我的反应是非常真实的 完全声音对我产生什么影响 我就直接这样出去 所以谢谢大家 在音乐中 中文字幕装.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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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